OK,你也可以点击录影吗?可以,好,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我们波士尔的现场有动使员加入我们有500个注册 做过一个礼物是Maryland还有Brad他们加在一起送给大家 这个也是一个六个部分的第一个通话性免费的一个礼物 就是Maryland也是一个心理学家 那么她跟Access一起去创造 她也是跟Gary一起去创造这个合适你的复原 所以我们的这个系列就是从你的妈妈你的母亲那里去复原 你要知道有一些的人的妈妈是非常的有挑战性 所以他们自己也是可以接受到很多很多的质疑 就是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啊,跟你的妈妈 还有看他们可以去给大家有什么的贡献,轻松等等 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到现场 那么如果大家有这个提问也是可以在线上提出来 哇,非常的感谢Georgia 我们一起去玩好开心 好,谢谢所有人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 当我们讲到你的妈妈 还有你跟她有什么关系,怎么样去创造你的人生 你和她,还有你去启发她呢? 就是简单说就是去创造你的人生 好,非常的感谢大家愿意来看这个可能性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主题 这个就是我们妈妈的一部分 我们去看了几个星期 有很多年很多年了 所以这个的通话呢 有一个对我来说的 就是当我们在子宫 我们就是妈妈的一部分 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呢,身体会说 是的,是的 那么有一些 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妈妈之间的那个共同的关系 共同关系里面的元素都是很多的 就是等于我们没有任何的区别分离 隔阂 所以你和你的身体可以成为是什么的能量,空间和意识 去包含你的身体 去感知至少 成为和接受 你 其实是你跟你的妈妈 是在所有的永恒里都是有区别呢 所以一切不允许的 你要笑并不再冲战 Wen Run Run 你会知道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主义 你可以得到的 也就是在能量上面 是因为身体 它就是有可能是很艰难的 去没有在这个学校里面 跟你的妈妈有一个关系 所以你就认同了 你就是很艰难的 你妈妈 或者是她就是你 或者是她就是你 或者是你和你的妈妈就是一 那么稍微地见一切啊 去吧,Brett 笑并没有在创造吗? We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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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ad Pump 你做过这个的身体课 我们有一个身体程序 也就是生态魔法 你是可以去用 来去帮助你的身体 去分隔 开你和你的妈妈 还有其他人 把它当作是同一个存在体 你要知道 你的身体就是在这个子宫里面长大 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 你跟他有连接 这是在所有的永恒里 你都是跟他有连接的 所以有一些什么 是从另外一个身体里面出来的时候 也是跟你是 就是跟你的妈妈有关系的 好,所有的这一切 从一笔小的功能被笑并没有在创造 好,Wen Run Good and Bad Punk,Punk or Night, Shows, Boys and Beyond 另外的一个困难的点 我们有一些的人 其实是在能量上面 是兼容了我们的妈妈 也就是你是无法跟你的妈妈分开 就像是 就是两个不同 完全不同的存在 好像就是 那个是他的 但是 我 我是我 我不喜欢他 但是怎么样的 可以让这一切的行得通吗 所以这个是巨大的 我们是真正的 是需要在这个第一个通话里面 去创造这个系列里面的基础 是的 有人有提问吗 这个是Sara 这个是Sara 我想要去加入这个强度 强烈度 作为一个妈妈 在一个子宫里面 当一个备胎 有因为有这个鸡蛋 有这个蛋 轮子 然后医生里面都是有这个轮子 就是一代一代遗传下去 是 你也带出来一些其他的 我们在第二个通话会讲的很多的 就是不是只是有一个妈妈 还有你成为了一个妈妈 我们会有两个一个特别的那个嘉宾 就是Morocco 他是一个母亲 也是一个继母 他也是一个导师 CF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导师 所以他们他们也会来跟我们一起去玩 就算是一个非常一般的一个通话 对话其实也改变了很多 我喜欢这个的遗传的一代一代的那个主题 这个也是 妈妈就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充满的威力强大的一个人物 就是一个给身体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能量上面 正品上面建容 跟我们的妈妈是有建容性的时候 就是你会看到身体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身体的时候 你会说 啊我们就是一个对得上 或者是我们是有一些什么 共同点 然后我们就喜欢这个身体 或者是什么 那么如果 我 不是 只是有人在大喊大叫 除了这个 人与人之间互动的那个的正品的建容性 那么还有我们在子宫开始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了 还有 有很多很多的人格 比如说那个大地字母啊 比如说 Madonna 还有这个是关于妈妈的人格 人物 里面都是有很多心理感应的那个能量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同的文化里面 跟不同的一个女性去讲话的时候 看这个是完美的 她都是充满爱的 充满了滋养啊 非常的有滋养性 她就是在这里支持你 她就是要激发你 她就是在一个支持你 在这个时尚里面的这一切 其实真正真实的妈妈呢 你有的那个真实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不是这一切最好的 最棒的妈妈 不可能这样的完美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Utopian ideal 所以呢 里面就有了那个的区别 就是说你应该有的这个妈妈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你的这个理想的乌托邦 乌托邦的理想 这个就是完美的 就是里面就有了区别 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嘉宾 就是Pam 还有Baroco 她们两个都是妈妈 但是她们一直在评判自己不是完美的妈妈 一个不够好的妈妈 然后她们创造了很多的啊 一个焦虑困难 一个悲剧 创伤 但是你还是一个妈妈 那么 你要知道有一些的妈妈是非常的有一个虐待性的 这个也是非常的强烈 也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会谈到的 所以当你是讲到里面 其实我 我在期待有多少 我有多少的期待 我的妈妈是一个完美的妈妈 或者是你要跟你的理想的乌托邦里面要一个跳拓出来 还有在跟Marilyn所说的 你要是愿意去看你的妈妈真正所适的是怎样的一个人 她选择的是什么 里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地方 是你可以获得自由的 如果你放上一切的头是期待期盼 你的妈妈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 或者是她应该 或者是没有应该对你做的一切 你如果放下这一切 还有你如果愿意就是跟她陪在一起 带在一起 不管她是怎样的高家 或者是你的妈妈选择是什么 应该要是什么 不应该要是想什么 其实你就可以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程度的成果 清晰度 有一些什么的谎言 他们应该要是什么 就是清楚了 这个是巨大的 所以我想要说的 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课 你要知道 不是三个通话的事情 是二十个通话的事情好吗 所以里面有很多是不明显 因为里面有很多是的概念 是关于你的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你开始懂得说话之前 其实很多的都已经在了 就是等于一切的都是能量 当我们在出生的时候 基本上 我看了一套电影叫Truman Show 这个电影呢 也就是他的医生里面 都是一个电视节目里面的明星 然后24小时7天里面 他整个学上都是在被创造谎言 然后他问了一个提问 这个电影里面的男士就是去创造所有的这一切 所以其实他是怎么样的 不能够看的渐渐多的那个谎言 就是因为这个电视节目里面的 看起来都是非常的真实 然后其实他说 就是我们在接受 我们在被显现的时尚 所以作为一个疗医师 在XS之前 我有很多的客户来 都是因为妈妈的主题 如果他们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都是很恐怖的 很可怕的被虐待 或者是被否定了 然后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也是妈妈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对待你的方式 或者是这个是我的错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他们去相信自己是有错 然后就对自己做出很多的评判 所以这个的合适你的复原就是这个主题 所以里面在这个Zoom上面是关于你的家人说你是有错 对吧 看 看一下吧 你可以去问 你可以成为是什么的能量空间和意识 是让你去成为 让你去感觉最少成为和接收 就是里面 没有错 反过来再说 你可以成为是什么的能量空间和意识 去感觉最少成为和接收你的正确性 不管你从你的家人里面 在所有的永恒里得到什么的结论 所有的这些诚意比天小的能够特别一些 我并不会再创造 欢迎让各人白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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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好天哪 是 有很多的能量 是的 是的 真的 因为当你如果你在战屏上面没有见容 你的妈妈什么其他的 就是你就知道其实你在决定你没有错 没有任何的内疚啊等等等等 因为你要知道你是无法可以摆脱他 看看看看看我不想要去看 所以我要赞美所有来到现象的朋友 你要知道其实这个需要你很大的勇气 让你去看这个主题 我知道我们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么如果你可以摆脱这一切 你的人生也就可以创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空间 因为你们有很多的秘密 也是非常的一个深入 让你继续的卡住 还要继续的去创造过去的一样的人生 我在一边去做一个指导 然后有一个女学员 她继续的卡住了自己说 其实她说她自己是一个无情的人 她是一个臭标子 就是真正要一堆提问以后 看见的是她紧紧的抓住的是 她的妈妈就是非常友善 所以我们在看了 然后说你的妈妈在哪里真的友善呢 然后她再去看一下 然后说 其实我是无法可以发现在我的人生里面 她是真正的友善 哦天啊 然后她开始看 这一切开始解开了 她是一级隐藏自己的友善 就是想要不去否定这个妈妈的不友善 所以她看了这所有的一切 就以为自己的妈妈是友善的 然后说 再去看这一些的主题 有一些什么 她是一个无情的 是她没有去承认的呢 然后从这一个点开始 她的整个人生就开始去改变去扩展 然后她就看见 在经济里面看见自己就失去了 她在自己身体上面看到她的妈妈的失误 所以现在就轻失了 其实你的妈妈是什么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你就不需要去跟自己离婚 或者是 Brett & Marilyn 这个 哦天啊 我要爆炸了 我要炸开了 谢谢你们 还有所有的一切 在这一辈子呢 我创造了一个美丽的地方 我创造了一个生我的妈妈 还有 其实我跟我生 一个生母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我跟我的领养的家庭 就像那个Brett所说的 就是像 我觉得我的妈妈是有限 然后我继续的卡住了自己 觉得我的领养 我的父母都是那个有慈善的 那个 或者是他们怎么样的去选择我等等等等 这一切的垃圾 好吧 好吧 就这样吧 因为我们有六个通话 里面也会讲到一堆不同的 所以非常的感谢你们 好 因为我们也会讲到我们的妈妈 都是有虐待性的 我们要先把自己 因为太可怕 你要知道我们无法可以自己 生活下去 因为我们只是五岁大 就算是一个十岁 十二岁 那么我们先得要去相信 问题是在我们这里 不是妈妈有问题 好吗 所有的这一切 你错误认同 错误应用 你是有问题 而不是他们有问题 因为这个是太可怕了 作为一个孩子 看见他们真正所适的 那么这所有的建议 你要是有并没有在创造 When wrong good and bad pon park all night shows boys and beyonce wow 好 你买入了什么的谎言 是关于你 还有关于你妈妈的 是你买入它是真相的 那么它是跟 你们两个之间真正所适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所要的建议生意 每天想到更大被笑 也会在创造 好 好 好 有很多的那个 五一史吧 对吗 Wu-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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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其实我们有一个厨价 我错过了第一个 你错过了什么第一个 你错过了什么第一个你 你买入了什么的谎言 关于你和你的妈妈的 是你买入了他们是真相 但是它本来跟你们两个之间是真正所适的又没有任何的关系呢 就是真相 我就是在告诉你我的真相的时候呢 就是等于你要知道这个真理呢 也就是说我要对你煞狂啊 就是一些对你非常的不好的东西 这一切 其实跟你们两个真正所适的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所有的建议生意 每天想当中都被笑 我并不在创造 好吧 我们就要去碰碰 是的 我的长大 那我就知道最近做了一个电影的ESB课几个星期之前吧 所有一切 我妈妈对我所说的 她就是从她的观点说这个是真的 所有一切只是真的 要说实话 我买入 真的 然后她对我说的都是也是太一个懒惰了 你没有好好照顾这一些的 你太自私了 然后我买入了这所有的一切的事实 然后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真的吗 不是 那么里面有一些什么 不是真的呢 也不 我是可以懒惰 我是可以自私 我是可以做的 所有的一切 但是我买入别人再告诉我的所有一切 这个就是你啊 这一切的事实 那么你就无法去允许你自己去创造 因为你的时尚就这么大而已 是真的很棒 另外我们会看的一些谎言 这一切的真相 我的妈妈她是从那个贫穷缺乏的一个意识里面去运转 她她是她会买一磅牛肉 然后把它切开丝分 然后分开了 然后放在这个冰箱里面 然后每一块都有一个名字在上面 然后这个也就成为了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观点了 然后我就把妈妈的这个财务时尚当做自己的财务时尚 然后比如说你宗教的时尚啊 宗教的观点啊 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 因为她在教我是这样吗 我就是这样啊 我长大是在一个那个一个喜欢读书的一个家族里面 然后觉得非常的骄傲 这个就是最高级的 然后其实你要知道 其实这个对我没有为我的人生带来什么的贡献 所以你要去看的是每一个你人生里面的地方 你捡捡到了什么的谎言啊 还有这个也是他们非常的无情 因为他们都是在通过他们的那个决定评判投射去过滤你的人生应该要是怎么样 这个是应该正常的什么什么的 这个就是我们被呈现出来的一个时尚 我就是非常喜欢它 你要去看这个你在被呈现出来的一个时尚是什么 是你可以去怎么样的去为自己创造好吗 我们刚刚看了这个真相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呢 有什么是对于你作为一个权在是真正有可能的呢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无限的权友 我们有无限的感知之少成为和接受 那么如果当你是买入所有一切是要比他们促减的 你就把这一切的局限是当作真实的呢 那么有没有可能你是可以重生 把你自己重生来去成为一个你真正可以所示的那个的权在 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的主题 这个课的系列就是关于这个 我们就是重生自己 然后让自己可以真正去成为一个自己真正所示的那个权在 真的还有一些什么的可能有一些什么是可以轻松喜悦荣耀的来到我们这里呢 看起来不是我们可以常常都是这样的去创造 只是一点点吧就是在紧急的情况吧 然后好所有的一切然后炸开然后成为我们自己的魔法 然后突然又回到自己一个非常渺小的时尚里面 就是要继续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妈妈的这个时尚是的 那么你要知道我们准备了很多的事物有几个提问 在解锁其中一个也就是在发现你自己 发现你自己在你的妈妈的时尚里面 你要去问你其实你成为多大 比如说六岁四岁 尤其我们在家狱里面会这样 不管你是不是可以回家 或者是跟家人在一起能量上面在月都就是家庭实践 你要跟你的妈妈在一起 一个新诞节什么的主题很多的主题 就是这所有一切的就是要去要求你要去成为那个 在一起的成为那个小小的女孩或者是男孩 这个很难很难的去去回到那个七岁14岁的你 因为这个家庭就是你一直在里面的一个核子里面的你 其实这一切就是它就是被创造出来的呢 你就是应该要去成为这个小孩呀 所以你要去问自己你成为多大 然后就可以开始从这一切解锁 那么你要去把自己一个回放到你现在的你呀 比如说三十二四十一三十六岁的你好吗 所以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四十一岁 那么我现在在干嘛呢 你真的要去问你成为多大 里面如果能量非常的艰难你要去问自己 其实在那一个年岁有什么发生呢 有什么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呢 就是我错了我不行 我要去找回妈妈 然后继续吧 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呀 你就是简单的去校尾并不在创造 还有泡泡泡这些一切 让你继续在那个岁数卡住的一切 那么还有你有可能你发现自己 回到那个年岁的时候 你会重复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所有一切让你继续回到这个年岁的 所有一切校尾并不在创造 泡泡 其实里面没有任何是错的 你已有觉察 你觉察到你是卡住是没有错的 整个重点就是把这一切带出来 就算有可能是很艰难 因为觉察就是自由啊 你要知道这个也就是Gary所说 你越有觉察 你说哎呀我不想要觉察那么多 其实你觉察越多你就可以改变更多 还有清理他 你要知道这些都是秘密的毒素 锁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无法可以让你成为你那么棒的那个无限权 是吧 里面有很多的无意识 天哪 有人 有人把他的那个屏幕分享了 好 那个在做这一切的情理要停止 太有趣了吧 哈哈哈哈 在干嘛 好美好美 哈哈哈哈 这个屏幕好美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好吧搞定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背景好美 但是让我们无法可以看见所有人呢 或者是让他们看见我们 是的 你要知道这个背景 啊很美 是的 哈哈哈哈 那么另外的提问你是可以去用的是 你要你要去问 那么如果你没有你现在拥有的那个妈妈 你会成为谁 呢 你要去问这个 成为我啊 有可能不是 那个不是你认定的那个你 你 这个是有一点点的复杂 那么如果你继续去问 其实如果我没有这个妈妈 呃 我是会谁呢 看你的朋友 我是会像那个 那个 因为我们就是成为了妈妈的一部分 呃 谢谢Fiona 把这个带出来 那么你成为谁呢 我们没有看这个我们的妈妈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 身份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一个形象 看那个人物 不管他是什么 这个真的让我非常的累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可以问 好 你在使用什么的参考点 目的还有共生关系 去创造你正在选择的那个 你的上 幸运 好说的 这一切你要是 我便会在创造吗 好啊 参考点目的共生关系 基本上就是 access最棒的东西 就是在那一刻 如果当你去运营 进行这个的主张的时候 它是可以创造很多的改变 给很多人带来很大的改变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参考点 看我们是谁呢 尤其跟我们的妈妈 跟我们的家庭 还有我们的妈妈也有很多的目的 尤其一些 好像是有什么的目的目标 是你需要去让它继续维持在这里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参考点 我们就可以常常回去看 比如说我坐飞机 我坐在旁边的 也就是一个参考点 那么那个参考点 加上目的 目的就是不要坐飞机 所以里面就有很多的参考点 还有目的 关于我们的妈妈 就当比如说 我们要当一个好孩子啊 好女孩啊 好男孩啊 或者是你要结婚 你跟谁结婚错了 或者是你要让你的妈妈开心 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你要知道 因为我的妈妈就是一个不开心的人 所以你们有多少的工作 冤务 是通过你的妈妈 还有你的家人 是你无法可以大成 然后你就去评判你积极了 所以说的这些 你要笑别会在创造吗 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会进入很多的 在这个系列里面 你是谁呢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回答一些提问 那么先想要做的是给大家一些的信息 有一些什么的处权等等 让你看一下你卡住的点是什么 那么也是可以给贡献一些的处权 我觉得我们已经炸开所有的人了 他们的头脑已经不如一样了 刚刚刚的那个厨权就把我炸开了 是的 我就是非常喜欢炸开所有人 是的 那么还有所有的地方我们决定了这个受不了太艰难 太多 嗯 让你无法可以进入 然后去改变他所有一切 然后我还是要把我的头塞进沙子里面 那么接受我的这些诚意 比较小的更多被小的更多被小的更多在创造 我们让各位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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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是我们没有清晰的 是深入的非常的黑暗的我们的一个错 也是很害怕去看见他的 其实我们是需要有勇气把屏权拉上去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发现 里面绝对的没有能量 没有能量是可以伤害你摧毁你把你杀掉 如果当你去选择当你在当上 跟他们在当上 好非常的感谢Brett 因为这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要去在当下 尤其关于我们的这个参考点还有目的 还有共生关系这一切 我们都没有在当上 其实你是无法可以在当上 因为我们都是这种导航的运转 这一切的主题呢 如果你是可以你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是在当上 那么你愿意去看待这一切的事情 就像是Brett一样说的 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把你伤害 这个反过来可以让你获得自由 就是要你去创造更多创造你自己 还有不同的一些的情况 也就是说你的妈妈 她对我无情 天哪 她对我太无情了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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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第一是什么是 对还是错 你其实你要知道你没有做任何事情是错的 好吗 还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是有可能的 我可以说一些什么吗 可以啊 好,谢谢 我想要问一下这个主题 在这个对话里面 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的去 想要看起来 或者是看起来不像或者像是我们的妈妈 因为里面有什么的关系呢 比如说我跟男人的关系 或者是 我不想要去重复我妈妈的纪念 但是要再重复 我觉得好愚昧 所以我想要知道这个部分 里面有一些什么可以做 另外我是可以怎么样发现爱 那么如果我没有从我妈妈里面得到爱 我可以在什么其他任何的关系 跟任何的人去创造爱 找到爱 因为我想要跟其他的人说 你要给我因为我没有从我妈妈这里得到 好,这个是很棒很棒 我们也会看见里面的 好吧,所以 你可以成为 你和你的身体可以成为是什么的能量空间 可以是 去不去扶持 你妈妈在任何的关系里面呢 所以所有的这一切不允许 她的你去成为你在你的关系里面 而不是去成为你的妈妈 或者是那个符合同意 一个反应做出 或者是抗拒你妈妈的所有一切 你要小朋友在创造 你要加入这个吗 你要知道我们在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接受我们被呈现的一些时尚 那个就是唯一的时尚 你就是要在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去权战 那么你觉得这个是很棒 然后这一切的人也是很棒 很友善的 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去虐待你 那么你就成为了青少年 然后你就把把你一个符合同意 抗拒做出反应的所有一切 带进你的人生 那么你就开始去符合同意 抗拒做出反应 以为这样就是创造你自己的时尚 还有你的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你还是从一个概念里面去运转 说 那个你在符合同意抗拒做出反应的 那个事物是真的 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在符合同意她 或者是那个抗拒做出反应 这一切的事物就是在把你锁住了 锁死了 那么所以所有我在这里在符合同意 抗拒做出反应 我妈妈的时尚的所有的这一切 你要小便围在创造吗 绝对呀 因为这个不是只是关于符合同意抗拒做出反应 你要完全的让她清干净 那么另外的一个主题也就是 怎么样的去从我们的伴侣里面得到 我们没有从妈妈那里得到的 你要知道里面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一个谎言 就是你得要去从某一个人身上得到 我们没有被告诉 没有被呈现 也没有被激发鼓励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在至少 还有我们要是在支持自己 这个就是这个完全的重点 你要从我没有得到啊 我没有得到等等 有没有想过我要承诺自己人生 而不是承诺我妈妈的人生 那么那么我在支持我自己 我陪伴我自己 这个会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也就是你要在当下 还有你在去创造自己的人生 所以你要先从承诺自己人生开始 那么 其实这个是不需要的 因为你已经成为了 那么你成为了你就可以给自己呢 是吧 我有另外一个提问 先请你吧 好 所有的这些 向我并回家创造 好 要追寻你自己 好 所有的这些你要向我并回家创造 好吧 好吧 这个部分我是西蒙德国的 我有一个提问 我妈妈已经死了 然后她在我的世界里面非常的强烈 每一次问我成为谁 都是我的妈妈 其实她妈的这个在发生什么呢 我可以问你一个提问吗 好啊 她你的妈妈 好 我先告诉你一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会一个 一个表达更清楚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在一个 心灵 那么他会把孩子带过去玩 那么他的爸爸妈妈都喝酒喝得很醉 然后也是一个有暴力的那个口头 暴力等等 那么他说不要了 那么他离开了 然后他来到我这里问我 我觉得我还是要把他们带过去 然后我问 我无法去选择 然后我问 其实你妈妈投射到你身上有多少 要你把孩子带过去 所以你们所有的人 他 你的妈妈投射在你的身上 说你得要去对你的妈妈承诺 在所有的永恒你 你要得活出你的妈妈的时尚 还有你得要去成为你的妈妈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不可以去成为一个很非常 那个糟糕可怕的一个妈妈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的一个投射期待 把它成为一个时尚的 所有的这一切 曾一笔天使得更多被 你要是要别人不再创造 还有加上意识 我贵原主 好吧 把所有一切那个我贵原主啊 是 我想要说简单的 是 但是我里面有一句话说 不行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在笑 因为当你听到有人说你做不到 你要知道你不会跟你自己对自己说你 所以你妈妈在你的头脑里面是吧 就是常常都是啊 我的妈妈就是在我的头脑里面 所以你那么你现在愿不愿意把它踢出去 好吧 所有一切不允许 把你的妈妈从你的头脑里面 踢出去的所有一切 你要笑并不会再创造吗 好 我就是在用我医生都是在跟他对抗 真的是疯狂 你要知道这个不是疯狂 我们很多的人都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做这个课程 这个的影响 就是在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身体都是巨大的影响着我们 我们不是疯的 我们得要去摆脱这所一切 然后去看清楚这所一切 让它解锁 让我们的妈妈离开我们的头脑 好 还有另外的一个 那么如果你是有问题的话 你要去问你自己 好 现在我决定了我是妈 我妈妈的是什么 所以你 如果你去问你 如果你把你把你妈妈踢出去 你决定了你是谁 我就是很糟糕很错的一个人 很可怕的一个人 没有应可的归属感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投射 好 所有的这些成语比达小的 跟多被笑 我并不是在创造 不然我把你妈妈踢出去 那么我会是谁呢 所有的这些成语比达小的跟多被笑 我并不是在创造 那么还有也是非常的感谢你去提问 因为这一切的提问都是很棒 好 Fiona说什么 我觉得太搞笑 因为你去说 那么如果你不是你的妈妈的孩子的话 这一个提问太有趣了 身体上面我不是 我的领养的父母的孩子 那么我干嘛要去活在他们的时尚里面 那么还有我也不是跟我的圣母住在一起 那么呢,我是谁 他们只是给 我的那个领养的父母 给了我一个名称叫希望 因为你就是未来的希望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工作 那么我就觉得自己要做这个工作 非常的感谢 好,我也是给到一个希望 希望是我要生活人生 所以我所有一切 通过你的妈妈,你的家庭 给到你的要去做的一切的工作 让你无法去创造你人生的这所一切 你要生活人生的创造 还要加上一句无过远逐吗 好,看Simonie 好,Simonie 好,你好 在巴西有人想要提问 我要先用普通牙语说了 然后再用英文说 其实,她说她在读大学的那个 其实不是她想要去读的 那么这个身份就不是她自己 所以现在她是谁呢 她喜欢的是什么呢 还有,你可以给她一些清晰度吗 这个是真的很棒的提问 你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系列会去讲到的 这个电话系列里面 你要去发现就是你认真是谁呢 还有你怎么样的去 给自己去创造一个是你的空间 那么几年前 我有一个巨大的改变 突然 我就是把我的妈妈 踢了出去我的世界 然后这时候一切的 关于妈妈的参考点都离开了 然后我重新的去发现 我是谁 然后通过我所有的选择提问 我在这里要干嘛 我要去成为谁 所以你要去开始去创造你自己 作为一个无限的权在 作为一个无限的权在 你会有一个身份吗 还是作为一个无限的权在 你要去感觉这种成为和接受 认可他们在决定 他们想要去创造的呢 在这个时尚里面会告诉你 你要你有一个权在 不是的 你要知道是你在创造每一刻的你 我们可以从这个很简单的开始 就是吃 我们都是吃东西的 那么你要去问身体 身体喜欢吃这个吗 那么还有第二个 你喜欢成为谁 成为一个好人 什么叫做好 需要做一些什么 所以你要再提问 问你自己 你想要去创造什么 你想要成为什么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那个非常的困惑 那么你要记得 我们不是在发现你是谁 是你在创造你是谁 好吗 因为当你在说你要发现 其实发现里面 就是在找到一个固化的 那个就是 看这个就是我了 在这个固化里面 我可以肯定你是可以发现很多 一直在改变的可能性的世界 非常的棒 好 我在那个聊天室里面找到 有人问 有人问可以讲一下你的妈妈 还有那个男性化的那个部分吗 我们也会讲到这个部分 我会告诉大家 天哪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主题 不是几分钟里面可以讲完的 这个是非常的深入的一个对话 我会告诉大家的是 个人来说 有一些的人他们的概念是 你应该要是谁 你不应该是一个坏人 你应该要是 不应该是一个男人 或者是应该是一个女人 不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地方去运转 你一切都是从性别里面去运转的地方 或者是要怎么样的去 那个互动跟那个异性互动 这个是一个两性关系之间的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 你去买入这一切的谎言 说你是谁 你应该要是谁 在你跟你妈妈之间的关系里面的介绍 一切你要是要被我在创造 好啊 所有的这一切 好 好 这个是真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主题 作为一个男人 你妈妈的概念 对于男人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么你妈妈想要你是一个男孩吗 她在一个投射期待你 好嘛 就说的这一切 成一笔点小的跟到被笑 并不再创造 好 这个是真的很棒的一个对话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去 那个发现更多 那么如果你没有准备要来到这个系列的话 你可以重复多听这个通话 看有什么的改变 那么如果你想要来到我们六个通话 你要知道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嘉宾 就是 就是 Garry Douglas 也会在这个六个通话里面加入我们 所以你要猜 有可能会有可能也会加开我们所有人的大脑是吧 他是觉察到这个对话 有人是固定了吗 是吧 没事 这个六个通话的部分基本上 Marylin的那个屏幕就是固定了 被冬结了 其实我们是没有人可以把Marylin静音的 只是开玩笑 只是开玩笑 好吧 下一个的通话也就是在12月6号 是每一周的通话 然后他也就是在那个加约结束之后就结束 所以我们会陪大家度过这个加约 就是一个新单节 一个年底结束之后 我们才结束的 所以你就是每一个星期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啊 然后看过程里面有什么被发现冒出来 然后去清理哦 所以也是非常感谢线上所有的人来到这里的贡献 每一个人可以带出来的 也就是去贡献的这个通话 你的能量你的贡献真的是很棒的 我们很快很快也会把这个回放给大家 也是非常感谢所有的翻译 因为最后几分钟 我们那个幕后的元物 就是Fiona 也是非常的感谢你 如果没有你 我没有认可 说一切是可能的 所以啊 做精英啊 等等等等啊 那个去管理的 也是非常的感谢所有人 来到这个通话 还有特别感谢Georgia 他也是非常的棒 去整理这所一切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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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所有人 这个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通话已经在改变很多的狗屎垃圾了 还有另外的一个我想要提到的是这一下的提问 我们会在通话里面的提问或者是处章也会提供给大家 那么如果你是想要参加六个通话 我们就会提供给大家 是整个完整的一个系列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Marilyn 应该找不到她了 应该她世界在改变了 这个是我的工作 是吧 是吧 好了 谢谢 谢谢 希望在往后跟大家见面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